币圈崩了 矿机开机就亏钱 这个国家却大手笔抄底 开年以来 比特币的走势堪称惨烈 即1月21日遭遇闪崩后 比特币1月22日从39,000美元上方跳水 跌穿36,000美元关口 为2021年7月份以来首次最低触及34,042美元 一度跌于10% 资金疯狂涌出 币圈一度呈现崩盘态势 虚拟货币市场其他数十个主流币种同时一泄千里 1月23日凌晨 比特币再次下跌 不少做多的投资者遭遇爆仓 比特粉数据显示 截至1月23日一时 一日内全网超31万人爆仓 约合人民币65.34亿元的资金灰飞烟灭 据业内人士分析 比特币已经跌破前期重脚支撑位 空头是墙 套凹盘众多 后市仍有下跌势能 从矿工生产和抛售累积数据可以看到 矿工生产量略有上升 但抛售量依然处于高位 说明矿工抛售情绪浓厚 奥特纳贴点秘数据显示 1月23日 虚拟货币市场恐慌与贪婪指数为19 市场情绪极度恐慌 币宽数据显示 比特币RSI14为31.29 厂内卖盘力量走强 综合来看 市场恐慌情绪进一步扎深 厂内卖盘力量有所增强 市场看控情绪浓厚 严重依赖币价的矿工也损失惨重 根据迷迟数据 1亿每度电0.1美元的电费计算 新动T2T 阿瓦龙1026 蚂蚁S11和蚂蚁S9等多款主流矿机 已经全部突破关机价格 电费占比超过100% 几开机就亏损 2021年11月 比特币创出了69040美元的新高 随后一路下跌 截至目前 比特币较最高点跌幅近50% 虚拟货币总是指 由2021年11月9日 创下的2.93万亿美元历史高点 缩水至1.98万亿美元 OKEX数据显示 2022年以来 比特币仅有6个交易上涨 累计跌幅达11.5% 创下2012年以来的最差年度开局表现 巨月波动背后反映出 市场对2022年加密货币的前景态度 此前 多位行业分析师认为 4万美元关口是比特币的强力支撑位 但本月比特币以第二次跌破4万美元关口 有分析人士表示 虚拟货币暴跌的背后 可能是多因素的共振 包括美元储加息预期 Taper加速预期等 此外 风险因素还包括新冠变异病毒 奥密克隆的不断扩散 此前 虚拟货币量化交易公司 YK董事总经理吉姆 格雷科 曾表示 比特币的投资热情在消退 交易活动维米 在比特币维米不振的情况下 活跃地址的增长也停滞不前 1月22日 中美洲国家萨尔瓦多总统一部布克尔 在社交媒体上表示 萨尔瓦多已逢低满入410枚比特币 据新华社报道 2021年9月7日 比特币正式成为了萨尔瓦多的法定货币 这是虚拟货币首次在一个国家 获得法定货币的地位 萨尔瓦多议会于2021年6月9日 通过一项法案 批准将比特币作为本国法定货币 萨尔瓦多总统那一部布克尔 当日也在社交媒体宣布 该国政府已经购买了400枚比特币 以该推文发布时的比特币价格计算 萨尔多瓦购买的虚拟货币总额 约为2090万美元 此前 世界银行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洲开发银行等 国际金融机构 已就萨尔瓦多这一举措 带来的金融风险表达担忧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表示 一些国家选择采用加密货币 作为本国货币 或许确实存在安全 易于访问且交易成本低等优点 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 风险和成本大于潜在收益